大家看这棵金钱树是隔壁家的一位花友拿过来给我看的 这棵金钱树明显是出现烂根了 原因就是过度的浇水 所以说我们养金钱树 大家一定要注意适当控水 因为金钱树本身它是一种求根植物 它里面长着一个大萝卜根 它储存水分的能力是比较强的 所以没必要经常给它浇水 经常给它浇水它就会积水烂根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那么像这种求根植物 我们想要它的根系储存水分更多 根系更加健康饱满 我们可以在每次给它浇水的时候 使用一点这种求根植物型营养液 因为这种求根植物型营养液 它可以强壮这个根系 强壮它的萝卜根 这样的话它的储水能力更加强 那么它更加健康 更加不容易烂根 所以说大家养这种金钱树 一定要清楚 它是属于什么类型的植物 它喜欢哪一种肥 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它健康生长 其实最关键的一点 大家一定要懂得控水 不要给它积水烂根 同时给它使用这种求根植物性营养液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的金钱树 跟西发达长得旺 好了我们下期见